药师法门中看待人和人的关系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药师法门很注重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有三层内容 第一层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第二层 人和人的关系 第三层是人和心的关系 也是人和法界的关系 我们这次讲人和人的关系 要达到合一 我一直推崇的藏经 是因为地藏经对人和人的合一的建设 实在意义重大 人和人 包括活住的人 还有死去的人 包括祖先 冤亲债主等 这两个关系处理不好 人就会生病 我们上次讲到大色深的问题 人和人不是孤立的 比如说 父母 兄弟 以及儿女 在一个人身上就有显现 如果跟父母关系不好 头部就有问题 和儿女关系不好 脚就有问题 和兄弟姐妹关系不好 手就有问题 通过药师法门可以看一个人 他的父母如何 儿女如何 事业如何 婚姻如何 夫妻关系不好 或者做了伤害对方 却隐瞒起来的事情 比如犯了邪淫 以后肾脏就有毛病 肾结石等 比如犯了偷盗 偷用别人东西 自己肠胃就有问题 消化不良 有的医生做堕胎手术 医生自己孩子就会生病 古人说 要尊重长辈 慈爱晚辈 平等对待同辈 其实这对大色身来讲 是最正确的 有的人 和父母关系不好的 他就容易没有安全感 感觉漂浮在空中 踩不到地上 药师法门里面讲到 就是人的海底轮友受伤 要通过念地藏经来治疗 世俗人讲伦理 佛教也有伦理 佛教中 师父就是相当于父母 师兄就是相当于兄弟姐妹 祖师爷就相当于老祖宗 一样的 要是不遵师常 不拜祖师爷 你想要得到佛法的利益 是不可能的 因为灵性上就有缺陷 历代有成就的高僧 带他的师父 犹如父母一样 来过禅师 他师父生病 他就回到了高民寺 师父让他生作高民人 死作高民鬼 来过禅师听他师父的话 就一辈子末有离开高民寺 第二点 就是死去的人对人的影响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死去的家族的人来托梦 或者要是没有安顿好 他就会来干扰 人死去了 变成了鬼 是另一种生命形态 中国人会祭祀祖先 就是安顿亡魂 让死者得到安息 祖师是很重视这一块 要开山见寺 就要先请土地公 请土地神座位护法 要是有墓碑和灵谷 都要把他们收集起来 放在海会塔 虚云老和尚在积足山 建设住圣寺时 就专门建了三塔来安葬无主的骨灰 现在人的生病 都是因果病 有过去的恶业因果现前干扰 否则就是墨病 像慈悲三昧水颤 悟达国师就是受过过去杀人的因果 得了人面疮 这就是过去的因果莫有了解 古代的范僧安氏高来中国基氏 都是了接自己过去杀人的因果 所以大家要念地藏经 来超度过去的伤害的众生来解除怨气 真正要修行时 不仅要处理好人道的关系 而且要处理和非人道的关系 非人道中 有灵性更高的众生 比如天神 仙等 也有灵性更低的 如鬼道众生 畜生道众生 大家都会和谐相处 不仅人会修行 山精鬼魅 天人土地神等 都会懂得修行 佛看是个世界 众生有无量无边 根据灵性高低 可以分位使法界 那要如何处理最好呢 唯有慈悲心 对一切众生 都要慈悲心 慈悲心的人 就莫有灾难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 S斜杠 blog 下滑线 74C343100102 vjp5.html 柠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